道歉周年 人群監督 道歉周年 人群監督 一进到原住民族青年阵线架设的 蔡英文原住民族政策監督平台 网站上把蔡总统道歉承诺的 十大原住民族政策方向 用可爱易懂的图示 标出37项具体政策的进度 因为认为政府资讯不够公开透明 原住民族青年主动自创政策平台 邀请全民一同来監督 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平台 或是一个空间 大家好好的来谈 原住民政策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到底面临了什么问题 以及现在的政府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是我们要的 还是我们不要的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做了一个 线上的政策监督的平台 平谱付权他会觉得他的争议的点 也是在于原住民身份法 他是另外增加所谓平谱原住民 这一个身份别 那他的权利是另外定定的 那这会让就是相关的代表们 他们觉得他们的身份 是刻意被虚意被区隔 不过原民会反驳 平台公布的数据与事实不符 缺乏了客观依据 我们一身列管了至少80个以上的工作事项 而不像他们目前只有列出 37种的工作项目 所以在这个数据上 其实一开始就跟政府在推动的工作 数据上就不符合了 原民会也指出原青镇对政策的 评论定位过于主观 举例有关行政院推动的 原住民身份法修正草案 无论在总统府原转会 还是零万一政务委员 日前到各地召开的资商座谈会 都获得平补族群多数意见支持 要求政府尽速完成立法 表示并非网站中 列入所言是重大争议 谢谢喜顾乌溜已顾 台北市新美市新庄采访报导